当地时间8月7号,张盈颖家人在美国伊利诺伊州厄本纳市贝克特律师事务所举行发布会。 发布会信息显示,凶手曾透露将张盈颖遗孩分装丢进垃圾箱,找到遗孩难度大。 张盈颖家人援助律师王志东在发布会上称, 2019年7月25号,张盈颖的家人,他的男友侯娇林和律师与美国伊利诺伊州中部地区检察官办公室的检察官们会面。 在这次会面中,张盈颖的家人、男友和律师被告知,克里斯腾森曾告诉他的律师, 他在杀害张盈颖后如何处置他的遗体。 放入其位于伊利诺伊香槟地区的公寓外的垃圾箱中。 在2017年6月12日,他将盈颖的衣服、背包、手机、书本和其他私人物品, 与他试图掩盖谋杀而使用的清理用品,一同装入一个大行李袋中。 之后,他开车在香槟厄巴纳地区将行李袋内的物品扔进不同的垃圾箱。 最后,将行李袋也扔进一个垃圾箱。 最近,牛津米勒告诉我们和家里的人, 杀害张盈盈的凶手曾经提供他任何处理我女儿遗体的说法。 如果其人所持,那么他的邪恶和毫无人性令人极端困怒。 美国联邦、州和当地执法部门的调查显示, 谋杀案发生后,克里斯滕森公寓外第一次垃圾转运时间为2017年6月12号, 垃圾被运送至伊利诺伊州丹维尔林近地区的一处私人垃圾填埋场。 在送进私人垃圾填埋场前,箱中物品被压缩了至少两次。 由于压缩程序,张盈盈身体残骸的体积可能变得非常小。 张盈盈父亲张荣高表示,家人正与伊利诺伊大学合作, 按照中国传统在美国为张盈盈立下一座坟种。 与伊利诺伊大学合作此事,我们希望伊利的魂帝将是一个庄严的地方。 伊利诺伊在这里所有的来探望都能记住, 伊利诺伊在他一生中为他的家人和每一个与他曾经相遇过的人带来光乐。 伊利诺伊 伊利诺伊大学合作